原标题 实诚的脑洞继续给画手动一把 猜疑春秋时期历史人物 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 孔子生而手上为顶 故意名曰秋柳 孔子出生的时候头顶中间凹 因此明秋 郑国人曾在描述夸赞孔子的圣人长相之后 加了一句神态 雷雷若丧家之犬 猜疑古代埃及法老 拉美契斯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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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元前1303 前1213年 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 活了约九十岁 堪称奇迹 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 他热爱建筑 阿布辛拜雷神庙就是他的杰作 猜疑古代名著中人物 鲁智深水浒转第六回 花和尚到拔锤阳岭 鲁智深到东京大象国寺 看守蔡园子 蔡园子附近住的经常偷菜的剥皮 为了整治他们 鲁智深把领头的扔进粪坑 第二天还秀了一下道拔锤阳柳的实力 猜疑三国时期历史人物 孔明诸葛亮 自孔明 浩沃龙三国时期辅国成相 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文学家等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臣和智者的代表人物 从刘备三顾茅庐到病治武藏人 他的一生可谓是鞠躬尽碎 死而后已 蔡一中国古代皇帝 乾隆爱心觉罗红历 年号乾隆 在位六十年 禅位后又任三年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 年寿最高的皇帝 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合着叛乱 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六次下江南 文治武功兼修 蔡一明代著名散文家 归有光归有光相即宣治 亭有琵琶术 无期死之年所守之矣 皆以亭亭不盖矣 归有光 自惜服 开服 别靠镇川 像几生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 散文风格朴实 然而他在妻子卫世去世一年后 去取了王氏 才一日本著名作家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 日本新感觉派作家 著名小说家 成名作有衣豆的舞女 薛国 鼓竹 睡美人等 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 蔡一著名运动员 姚明 高226厘米 前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 私职中锋 2016年 姚明正式入选 2016年 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 成为首位 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猜疑中国古代历史世界 烽火系诸侯 七周十周 用王位博包四一笑 多次点燃烽火台 戏弄诸侯 全容进攻浩金 诸侯见烽火而不来 周王 此点也有争议 战国逐检上技术 周游王进攻神国 西周战败而亡 并没提到烽火系诸侯 台义中国古代历史典故 东庄快续典出是说新语 太傅 西间写信给承想王道 想给他的女儿西玄挑个丈夫 王家的年轻人一听 都精心打扮 只有王羲之一个人露出肚皮 躺在东边的床上 西间听了仆人的汇报 定下了王羲之 可以说是躺赢 小天使们猜对了几个呀 期待ING撰写 石小姐六号九号插画 基本式设计 石小姐六号九号转载 请完整复制并保留文末二维码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recess